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今天的非常完美 我跟你说,这一期的非常完美 我就是专门为了李佳琪 李佳琪非常的够意思 如果大家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要拍这条非常完美 可以马上去看我去李佳琪仓库扫货的那一期 立刻马上给我去看 那天我去佳琪的仓库疯狂的扫货 哇,那天我就无比的快乐 我跟你说,那天佳琪她真的是玉库无泪 听佳琪同学好像在各个地方都有在呼唤我的名字 点我的大名,说王妃把我那瓶大香水拿走了 哇!哇! 我本来我的宗旨是只挑贵的不挑队的 但是我发现我应该是挑的蛮多队的东西 对,她仓库就没有错的东西 今天呢,我们来认真真真地回味一下 那天我到底拿了什么东西 我们先看一下,哇,好激动啊 我跟你讲,今天郑玉花去搞笑 她从刚刚吃完饭就已经坐在这里,坐了很久 它上面写着李佳琪的仓库,大大的仓库 哎呀,我比你多紧张 你紧张什么?我觉得是搞笑 我跟你讲,那边大瓶的箱水 今天要是不在我的这个箱子里面 我立刻马上拿起我的电话 警察!请把李佳琪抓走吧警察! 她以为你要给李佳琪打电话 没想到,是要给警察打电话 真是太狠了,这个女人 晚到的礼物,希望你会喜欢 哇,还有佳琪的签名哦 好贴心哦 她怎么写到 好可爱哦 好可爱啊 哇,你看包装的多么多么的好啊 哎呀 李老师太给力了 李老师威武啊 我们看一下第一件 这是派国的眼眼 哇哦 我一看我侧面我就知道 那是派国的眼影 哎呀,李老师真是大方啊 哈哈哈哈 我们让我们花花给大家科普一下 这个眼影到底有多难 这个大师的眼影啊我跟你说 你只要看的是什么颜色 它涂出来就是什么颜色 就是它的显色度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因为我是没有做过派国的眼影 听说卖断货不好买了 是让大家下跪在旁边 好可爱 我的派 我的派 我都还记得那一幕哎 李老师油品味打在公屏上 你怎么不说我油品味什么蛋 哇,好美哦 美美的 这包装 哇 哇 隆重的介绍一下 哇,这个颜色好美啊 特别是这个镜头里 其实没有拍到那个右下角 第二个那个 它是一个偏光色 它是一个偏光色吧 我这样才有没有拍到 有有有 哇,特别好看 哇 你别试了 不要摸它姐 正花花的那个房间里面 它有一整面的那个眼影盘的墙 它拿来收藏的 所以呢,李佳琪探心如苦的为我 拿的派我要好好的把它放在家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哦,也是派的也是派的 你是不是摔了它姐 摔了一下 诶,这不就是不一样吗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当然是金盘 这个也有一个偏光色跟那个 很美啊 很美啊 而且你知道吗 它很厚重 它很有分量 它就是高级的质感 这位彩妆大师做的东西是真的很好啊 所以你有PAD吗 只有一个 因为太贵了 多少钱一个 我买的那都是八百多块钱 等于一个颜色一百多块钱 哇,这是什么呢 这是那个 他安利的那个气垫粉 black meat 好,接下来 把它用PAD 它真的包得很实 对 因为它真的很贵啊 因为它真的很贵啊 你现场录走了人家 一排 我真的没有一排啊 你以为是一排书吗 直接抱走 那谁要他跟我说呢 这个东西很贵的啊 我的宗旨是 只挑贵的不挑对的 你看这个右下角的这个 好美 像贝壳 像钻石 好美哦 我的妈呀 这位花都舔下嘴唇了 三个 三个 我拿了三个 你才拿了三个吗 大纸吧 我觉得 然后我们来猜猜看 这是什么 这个非常的贵 金姐当时给我送过了这个 好,我们来接下来看这个 我看到了 D-O D-O 是那个带麦克风的那个吗 喂喂喂 不是家里直接就开party 喂喂喂 不美 有什么被宫缺�unci 搖头 哇 那个我估计 那个真的没有了 对 所以 他就给你 准备了 一个另外的 另外的礼盒是吗 对 而且那这个礼盒没有了 咱们 원래の礼盒 那个应该是陷定版 就当记出了 就没有了 对他想指 Bong Ill pulls топ pues 他们把麦克风抠ulate 但是我送你一个麦克风和一套口红 听起来 自制礼盒 不拆了 就说这是店里所有的色号 所有的色号吗 我跟你讲 看有多少次啊 12个 哇好重的分量啊 天呐 这又是什么啊 黑绷带 听说很厉害这个 哦这是100mL的 这个是季凡希的 应该是香水吧 我看一下 舍不得拆开 舍不得 心无禁忌淡香水 应该是给那个特本的那支吧 那个香味他们今天又出了 诶这什么东西啊 怎么还附责一只口红啊 非麦品 哦粉底叶 怎么还有一个东西啊 这什么啊 活源精华 还是附责了一个香水 好多东西啊 好 这一箱结束了 这一箱我看有多少钱 应该是 呃 2万多 就2万多了 嗯 这箱很沉 刚刚的那一箱 没有我的那瓶大香水 让我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这个里面 有没有我的大香水 李佳琪的宝藏仓库 李老师做完完飞飞这一期 第一期就元气大双 金茶 把他抓走吧 金茶 我看了一下第二期是毛不易去 还好毛老师 没有那么心狠手辣 我听他们说就是他在里面 cue了我的名字 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 我说嗯 毛老师就非常手下留情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哦 这个是我说的那个茶林香氛 就是我说的那个香水 哇真的好香啊 好好喝 你闻一下 你喜欢 嗯 很好耶 好闻 这个包装这个瓶也好好 它是什么哪里的 我看一下 原产国法国的茶林 它是跟中国一起出了一款茶的香水 好这样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什么 娇兰的真彩宝石唇膏 应该是口红 我记得这一支 这是好好吗 她说没有了 你不要再悬了 然后 哦 眼影盘 你轻一点 啊 啊 啊 我的盘 哇 它这个盘是不一样的 对 每个系列都不一样 我看一下这个里面是什么颜色 哦 它这个系列叫圣物 好好看 这个圣角是一个偏光色 对 好美 而且他们家这个蓝色 真的绝了 摩什么蓝色 摩什么蓝色 就是所见即所得 对 又是Pyton 看我就说不只是三个 你真的记得好清楚 哦 这又是不同的盘 妈呀我拿了那么多 怪不得她要跪下了 我的Pyton 哇 这个颜色很好看 嗯 好看 这个大地色其实比较多 好好看 什么时候开我演唱会有用 佳琪送我的这个 你的表情 莫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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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打报警电话 很重 哦 哦 哦 啊 好重啊 哦呦 天呐 迫不及待 我直接拿剪子把它剪开了 谁说女生没有力气 她不是那个扭不开水瓶盖的王女飞吧 哦 哎呦 拿到 好开心 哇 李佳琪 你的仓库简是让人二次激动 二次快乐 怎么在你仓库拿的时候快乐收到的时候 更加的快乐 真的快的加倍 哇 姐你手都在颤抖吗 哈哈哈 你剪刀的时候手都在抖 真的吗 还怕打开了以后不是 天她看到我的表情 姐你是不是还想再去参加一下这个节目 我很想啊 佳琪说 我已经在门口贴了条 王菲菲 已经不讲逻辑的乱拆了 只想把它拆开 为什么我得到它还需要这么卖力啊 对啊 因为为了完好无损的给你啊 把人家半卷泡沫吧感觉 然后又有一圈 李佳琪是不是故意的 你以为吗 拿走这么容易吗 让你拆都难拆 但是个胖伙子 能为我加烤两圈吧 所以你现在已经劈头闪罢了 哇 真的是它 请问你现在还快乐吗 非常快乐 我真的觉得拆的时候越来越快 你看乐越来越近了 这果然是仅有一瓶啊 这连包装的那个壳都没有了 小姐姐说 哎 你花一分钟给我抱走 我就让你花十分钟拆不出来 哇 我瓶盖了 可能这瓶就没有瓶盖吧 不可能 有瓶盖的 哪里有什么瓶盖 请问这瓶盖怎么喷 哪里有什么瓶盖 他应该有瓶盖 救命啊 我要放到我的床头 每天看着他 每天看着他 抱着睡觉吧 我的包 肉出去吧 给你 给你 轻点 轻点一块 扔出去了一会 我真的好开心啊 我就喜欢这个了 感谢我的佳琴 李佳琦 又高级又大方又能说长得又帅 东西又好 反正他就什么都好 嗯 主要是他给了王菲菲一瓶这么大的香水 他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等一下一瓶香水说完了 你妈我的手都懂了 我们去YSL贵台湾都没有 也问PR说还有没有这瓶香水 PR说我都没见过这瓶香水 只有一瓶吧 嗯 没事的我会把它好好的供起来 我可能也放了一瓶羊酒 就是它是我的 传家之宝 儿子啊 女儿啊 妈妈没啥能留给你们的 只剩这个李佳琦给我的这瓶香水的 Usepice的眼影 我拿的真的很多 哇这个也是圣母那个系列的 跟那个白色的 他们俩都是一个系列的 这个也好好看哦 哇这瓶是比较烟熏一点的 这个底下那两个偏光色 哇今天你闪一闪 你刚穿完香水现在好冷漠 就是特别的面无表情 哦好的 放回去了 好盖的吗 盖的吧 我说什么了 我说什么了 有盖有盖 好菜又回来了 瞬间又开始又激动了 哎呦我的天 我跟你讲有了盖它才完整 刚刚它不是完整的 现在呢它是完整的 沙发太软了 不管 不管 好最后两盒 哇全是娇蓝吗 天啊 你超加吗你 对不起 险佳琪我真的不知道 我拿那么多 你毕竟泡了人家一整个 姐你现在的表情 我心疼李佳琪 我有点心疼她 我真的好不是个人了 你做个人吧 做个人吧 哇这么多 天哪 这个绿的 这是黑钻的 然后就是白珍珠的 这一花呢 哎我都看不下去了 搬了人家一个店 就像猎坝 咔一个小时 你这个壳啊 不是免税店都起 看下了娇蓝全家荷 绝了 真的绝了 夜霸有无线包神仙 你这是无线的雕蓝 无线雕蓝 15只 包括那里还有一只红色的 我也不知道去哪了 谢谢佳琪 好开心的一天 我要抱着我的 传家之鹏 李佳琪的这个宝藏仓库的 售后分享的那个非常完美的Vlog 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非常开心 佳琪让我不仅拥有一次快乐 还有拥有两次的快乐 我希望还有第三次和第四次很快乐 你们快点别的快乐吧 我替佳琪说一下 好吧 说好了啊 我就是想念你 想念你 非常想念你 然后我真的会好好的对待他们的 谢谢你的礼物 我非常的开心 爱你哟 哇哦 嘴角啊 哇 快要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